我们前面介绍了几种遗传疾病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以下这几个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叫本酮尿症 它是个体染涉体隐性疾病 所以如果你是小A小A的患 你就得病了 小A小A的病患就发病 它的病征 它的病的原因是 我们本来摄取蛋白质 里面都含有不同的氨基酸 对不对 我们以前说 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 这20种呢 在我们高中是不会要你记起来的 不要你背起来的 但是到了今天 其实你们已经学了五种了 我等一下会给你们复习一下 是哪五种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氨基酸呢 它叫本饼氨酸 是20种氨基酸之一 那你今天摄取的蛋白质中 就会有本饼氨酸 本饼氨酸呢 理论上它应该要 经由酵素 催化成别的物质 也就是代谢掉 代谢掉 就把它分解掉了 但如果今天你这个酵素坏掉了 本饼氨酸就会累积 它就会转变成另外一个物质 叫本饼铜酸 本饼氨酸累积后 转变成本饼铜酸 而本饼铜酸会造成中枢神经的毒性 所以你的神经发育就会异常 可能会影响你的智力哦 所以很严重 那因为这个本饼氨酸 它会代谢成别的氨基酸 它会变成鹿氨酸 鹿氨酸是你黑色素的原料 所以当你的本饼氨酸不能转变的时候 黑色素就会变少一点 所以这个病患 它的毛髮的发色 跟皮肤的颜色也会偏淡 这跟黑色素的产生有关 也是跟本饼氨酸有关 本饼氨酸也会经由代谢形成黑色素 那不能代谢成黑色素 黑色素就比较少 好以上这是它的机制 那怎么处理呢 我们之后会介绍怎么治疗或处理它 其实处理它的方式蛮容易的 你出生之后被检测出具有本铜尿症 你就不能喝母乳也不能喝一般的配方奶 你要喝特制奶粉你要避免摄取本饼氨酸 你没有吃到本饼氨酸就不会有很多的本饼铜酸 你的神经就会正常发育 一旦你的神经发育到某个时期就OK了 因为你的神经发育好了 这时候你再摄取本饼氨酸也没关系了 所以你只要小时候度过那个危险时期 去买特制奶粉来吃 就可以有效的过那个危险期 那之后你再摄取那个本饼氨酸 影响就小很多了 但是还是建议你不要吃太多 所以我们之后这样 那个治疗方法会提到它 好像除了这个毛色啊 还有那个累积之外 那个本饼铜酸累积之外 这个病患它在呼吸过程当中 会散出本饼铜酸 它在流汗过程中也会有本饼铜酸流出 有到皮肤表面 那个尿液中也有 所以这个病患身上会有一种 本饼铜酸的味道 这个气味呢 有人说像是水果烂掉的味道 那就像我文字写的 叫做陈府的臭味 可是有人觉得不是臭啊 是水果发酵的香气 对因为嗅觉是非常主观的事情 它比味觉更主观 有些人觉得那个气味很香 有人觉得它很臭 它比味觉更主观 所以我说这边陈府的臭味 有人闻到觉得是香味 不一定 这是病患的其中一个特色 它身上有这个本饼铜酸的味道 好 接下来这个症呢 叫唐氏症 这我们学过 所以我今天讲快一点 它是一个英国医生 唐先发现的 所以以它的姓氏命名 早期这个病叫做蒙古症 那蒙古国的人一定不高兴啊 就正式它的名字 给它叫唐氏症 由发现者命名最好的 它呢是染色体数目异常的疾病 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条 变三条 所以它叫三体生物 对吧 那我之前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提到我的生日 就是世界唐氏正日 还记得吗 对 3月21 就是21对染色体有三条 你有三条 21对染色体 所以加强语气 三体生物 21对染色体有三条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染色体多一条的现象呢 因为妈妈的卵在行程过程中 减速观列发生无分离 我要强调是妈妈的卵 不是爸爸的精子 因为第一 爸爸的精子一直在分裂都很新鲜 第二 如果精子有问题 它根本游不到卵那里 精子这么多 上亿个 一定是最好的最健康的精子 才游泳得到卵那里 所以通常唐氏症患者是妈妈的卵 发生无分离 多了一条染色体 那这个唐氏症的病患 它的外形特征如下 脸比较圆短 眼角会向上向外斜出去 鼻子会比较扁塌 嘴巴会小一点 舌头会大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 常常会有张口伸舌 发音舌头会比较大 讲话会比较慢 嘴巴小嘛 舌头大 当然它发音就不那么容易 再加上它的肌肉张力比较差 所以它在学 这些肢体协调动作时 会比较晚一点 那它也不能久站 因为张力比较差 那它的生长发育 智力发展都会迟缓 智力会比较不足 好我们来看一下 唐氏症患者的核心分析 这个患者是男生 XY 21对染色体多一条 三体生物 唐氏症 就它啦 好以上是唐氏症的例子 好既然讲到唐氏症 它是染色体树木 异常造成的 为什么会树木异常呢 我们来温固知心 复习一下 这个是基础生物的内容 减速分裂 是怎么进行的 那它出错了会怎样 先复习一下 正常的减速分裂 这是第一对染色体 这是第二对染色体 染色体的编号 是用长短来编号的 最长的第一号 最短的最后一号 所以这是一 就是二 那长的是一号 短的是二号 这个细胞呢 我可以写成二N等于四 总共有四条染色体 这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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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四条 也就是说你的染色体 只要只有一个中心结 这样就算一个 染色体 染色体的数目 是用中心结看的 你居然复制成二分体 也算一条染色体 那这个细胞摆明 我不但是二N等于四 我已经复制完 形成二分体了 所以这个细胞 已经经历过S期了 间期中的G1SG2的S 已经过了 那已经复制完了 好 紧接着进入到第一次解读分裂 经过前中后末 同源染色体分开 第一对染色体分开 第二对染色体分开 分开之后就形成两个子细胞 第二次解读分裂呢 比较单纯 是复制后的解面染色分体分开 解面染色分体分开 分开之后呢 得到以下四个子细胞 这个细胞呢 第一次解读分裂完 这个写成一N等于二 第二次解读分裂完 也可以写成一N等于二 好了 就分裂完啦 一N的细胞 一N等于四 分裂到最后直细胞 变成一N等于二 好 当两个配子 一N等于二 有两个受精 之后 不就形成 二N等于四 又跟语言一样 受精之后 套数跟数目又恢复了 好 这是正常的解读分裂 对 复习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今天解读分裂 发生了无分离 有哪些情况呢 首先状况一 是第一次解读分裂 这一个第一对染色的体 的同源染色的体 没有分开 全部挤到左边 这时候产生的 紫细胞颅像 哦 这边的第一对染色 也就不见了 没有 对不对 好 第二次解读分裂 让同源染色分体 让解读分离分开 形成一下这几个紫细胞 就可以写成 这是一N加一 这是一N加一 这一N减一 这一N减一 我们以前一直说 第一次解读分裂 发生异常 这边打个星星 这边发生无分离 第一次解读分裂 无分离 所有的紫细胞都出错 其中一半多一条 一半少一条 好 那这四个紫细胞呢 这个紫细胞 跟这个紫细胞 如果受精了 我们写一下 一N加一 这个细胞 跟另外一个一N 受精了 加起来 加起来 就会形成 二N加一 哦 你多一条 21对染色体多一条 三体生物 唐氏症 做圈起来的这两个 受精后 就是唐氏症 打叉叉这两个呢 不会火 少一条染色体 受精之后 21对染色体只剩一条 直接死掉 不会发育 所以这两个 不会存活的 好 但有可能 你的第一次紫细分裂 完全OK 同样 同样染色体 正常分离啊 很好 出错点是在 第二次紫细分裂 是这边发生 无分离 好 一样是第一对染色体 姐妹染色分离 没有分开 好 这时候呢 分到下面的紫细胞 这个呢 是一N加一 这是一N减一 这两个是正常的 所以以前说 第二次紫细分裂 发生无分离 紫细胞中 只有一半 是数目一场 另外一半 是正常的 这两个都正常 那这两个一场呢 有一个是加一 一个是减一 这个加一的受精之后 就是三体生物 唐氏症 这个呢 受精之后就死了 根本不会发育 好 所以你今天 产生唐氏症 最后面这些配子 被画圈圈的 就是受精后 会形成唐氏症的配子 那所以有这些情况 可能是第一次发生无分离 第一次紫细分裂无分离 或是第二次紫细分裂 发生无分离 所以这个不要忘记 紫细分裂的过程 第一次紫细分裂出错 所有的配子都有异常 第二次紫细分裂出错 只有一半的配子异常 一半的配子会是正常的 好 那这是无分离的一个补充说明 好 以上我们把 那个遗传疾病 说完了 谢谢大家